虽然说每个人在恋爱的时候,都会将甜言蜜语说得让人幸福不已,可是真正在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,能够坚守承诺的曲折可数。 其实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办法,有无法面对的考验和磨难,那么对于十二星座的爱情来说,到底最经不起什么的考验呢? 白羊座快乐 当爱情和快乐背道而驰的时候,白羊座第一想到的事情,就是是否要放弃眼前的爱情,去迎回自己的快乐情绪。 对他们来说,如果拥有爱情意味着痛苦不堪,他们宁可全身心放弃。 金牛座金钱,金牛座的确是个比较现实的星座,当爱情面临着金钱的考验时,会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金钱,也并非什么不可其耻的半斤主义,只是在现实摸爬滚打之后,更加确定了金钱的重要性。 双子座距离,双子座的玻璃心想,必大家都清楚,而这样的一个星座,在脆弱不堪,需要安慰的时候,如果没有能够实施找的可以安慰自己的人,那么一定是会崩溃的。 所以距离是爱情最大的阻碍,去卸作流言蜚语,是个经不起批评的星座无遗,其实虽然给人一种淡薄明丽,看淡一切的感觉,但那都是装出来的大定。 真的遇到了爱情被人平头论述的时候,内心也是会比较排斥的,从而会想到要放弃,狮子座差距,狮子座的人讲究的,是感情里的势均力敌,是彼此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那种感觉。 所以代反出现自己和对方有任何的差,不管是谁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,都会让狮子座想要中断感情,处女做传闻,处女的其实真的是个很傻的星座,对感情很投入,但是他们也害怕,自己的投入会到头来,被人当了傻子。 他们从来相信,一些传闻都不是空学赖风的事情,有理有据就让人无法忽视,天秤座争议,天秤座一直都想要和另一半相近如宾的相处,但是作为一个暴脾气,他们也时常会和对方争论和吵嘴,而一旦争议太多,贫乏升级之后,他们就会疲惫于彼此之间,见面就吵架的情况,天蝎座价格观的不同, 天蝎座一直都想要和一个默契的人在一起,而如果爱情在价值观方面,面临了不同的境地,他们会选择保全自己的价值观,不想要被另一半同化,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原则,射手座外界,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,都对射手座来说是个莫大的考验,而他们的爱情,也时常会在这些个时刻败下阵来,的确缺乏了一定抵抗外来人, 抵抗的勇气和毅力,所以时常会无法专一,摩羯座家庭成员的反对,按理来说相爱的人应该齐心协力,但是摩羯座做不到,尤其是在面对家庭成员的反对时,一直以来很守笑,到的摩羯座,不想要让和自己血浓于水的欠人失望, 只能放弃情人,水瓶座是尖,水瓶座一直都是个贪图新鲜感的星座,三分钟的热度,导致他们的爱情多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,一旦面临长时间的亲密相处,就容易先生厌烦,发布的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上演才好, 双鱼座是苏的不看好,双鱼座本来就不是个会在爱情里特别有毅力的星座,如果爱情受到了来自是苏的不看好和虾指点,他们也自然是内心惶恐不安的,如此这般,还不如分开来的更痛快。